下意识应该是Oscar了吧 开玩笑而已 哎呀我讲话你真的不要太认真了 已经有三座金马最佳男配交将的黄秋生 终于在今年一百日青春 拿下他的第一座影帝宝座 17位评审更是全部都把票投给他 让他听了是超级开心 哎呀实在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非常感动非常感谢他们 我现在还没有整理过的心情 其实一直过来我都是在做梦的状态 一直在飘真的不敢相辱 有点像过来的时候 明清霞跟我讲话的那种感觉 很多人说秋生那个感觉很感人啊 他们在电视机前看的都哭了 真的假的又哭了 怎么那么容易哭啊 超人感性啊 然后我们很容易被感动 是吗 他很容易被骗 秋生哥不只感言感人 得将时他把电影中的小男孩 凌诺一起带上台 也被大家狂赞是最暖前辈 没想到他却趁机偷偷抱人家的料 他没有赢的时候他就赢苦了 我们一直在安慰他 我说我跟你一样 今天晚上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我令他失望 你有没有狐狸 能不能继续演戏 继续加油啊 当然会 我告诉他 未来他就是巴基斯坦的周任法 为什么不是巴基斯坦的王秋生 周任法比较好 周任法比较好 周任法有钱啊 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